各位朋友大家好,拜登呼吁国会通过一项3.4万亿的刺激计划 他警告说,随着病毒病例达到新高,黑暗的冬天正在来临 他要求一些州和城市制定新的限制措施以防止病毒传播 他说,这需要不遗余力的抗击病毒,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到安全的开展业务,恢复生活 这将会很困难,但是我们能做到 拜登说,议员们必须在下个月通过冠状病毒救助方案 民主党的提案包括第二轮纾困金1200美元,每周600美元的联邦失业救助金 新的小企业贷款,对州和地方政府的援助,以及用于病毒测试和连续追踪的额外资金 但是没有迹象表明,麦克纳尔和佩洛西正在谈判 而且佩洛西和麦克纳尔的办公室并没有评论拜登的话 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Richard对记者说,我们现在不会通过一项巨大的措施 问题是,我们之后会通过吗?这让人怀疑 川普总统曾经在大选前呼吁国会通过另一项的刺激计划 但是在大选后,他保持沉默 上周六,他在推特上说,国会现在必须制定一份病毒救助计划 这需要民主党的支持,扩大规模并集中精力 许多经济学家和美联储官员也督促国会通过一项新的救助法案 经济复苏的过程显示出放缓的迹象,经济仍然非常脆弱 有迹象表明,美国人正在减少信用卡的消费 零售额的增长低于上个月的预期 如果国会不介入,数百万失业者的关键福利将在12月到期 之前在制定救助法案的时候,专家是这样预估的 到7月份病毒得到控制,到12月份人们恢复工作 所以联邦的失业金只发到了7月份 那么PUA将在12月的26号或者27号到期 如果国会没有拿出新的刺激计划 那么到明年的1月1日开始 所有的失业者将会是零收入 好,让我们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欢迎大家订阅,点赞,追踪最新的消息 拜拜